芹菜搭配土豆来分享好吃的做法 辛香入味,爽脆可口,营养又解馋 做法也很简单,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把芹菜洗干净,然后把这个叶子栽去 芹菜我们选择这种西芹 它的香味更加浓郁,口感也更加爽脆 芹菜叶子也是非常营养丰富的 全部栽下来 放到这个盆里面备用 叶子全部摘去,西芹的口感更好 但是这个经络也非常的硬,容易塞牙 我们这样一掰,把这个筋全部给它去掉 轻轻撕就能撕下来 吃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塞牙 接下来,处理一下芹菜 像特别粗的这个大芹菜 用菜刀从中间给它划一刀 吃起来更容易入味,口感也更好 特别细的芹菜杆就不需要处理了 直接切成小段 长度大概三到四个厘米 不需要太长,也不需要太短 准备上一个大盆 将切好的芹菜全部放进去备用 接下来,把土豆提前去皮,清洗干净 切成厚片 简单的码一码,再切成条 准备一碗清水 将切好的土豆条放入水中 泡上几分钟 防止土豆条氧化变黑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点大蒜 简单切成片 再来几片青姜 然后把它切成细丝 再切上一点大葱 把葱姜蒜放到一起 直接切碎 全部切磨 放到盘子里备用 然后再搭上一点点的干辣椒备用 接下来准备上一点猪肉 把它切成薄片 这么多就可以了 再把它切成细条 这个猪肉稍微冻一下会比较好切 切好的猪肉丝 全部的先放入碗中 接下来倒上一点生抽 一点蚝油扫来一点 放上一点点的食盐 来点十山香或者是五香粉 再加入一点鸡精 再倒上一点点料酒 把这个肉丝充分的搅拌 放到一旁腌上几分钟 接下来调个汁 碗中倒入大约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少许鸡精 再放上一点食盐 再倒上一点点的清水 把料汁充分的搅拌均匀 这样能够使土豆和芹菜 快速的入味 先放到一旁备用 这个时候土豆也泡好了 控水捞出 和芹菜放到一起备用 在芹菜和土豆中 倒上一点点的食用油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让食材表面薄薄的裹上一层 食用油 锁住食材的水分 减少营养流失 吃起来呢 口感更好 颜色也会更好看 充分的搅拌均匀 蒸锅上放点水烧开 把芹菜土豆放进去 铺平整 蒸的温度比煮的温度更高 我们盖上盖子 蒸上三分钟 好 时间到了 我们关火先放到一旁备用 锅里面放点水烧开 把芹菜叶子放进去泡一下水 去除叶子的草酸 就可以放心使用了 芹菜叶子营养非常足 所以我们说不建议浪费掉 焯水一分钟捞出控水 把叶子再过一下冷水 保证口感更好 接下来把叶子撞干水分 简单的再给它切两刀 然后把它抓闪备用 接下来起锅烧油 油热以后倒入肉丝 先把肉皮快速翻炒一下 翻炒至微微黄变色 放入料酒 这个肉丝吃起来会非常的鲜嫩 接下来放入我们的 葱姜蒜末干辣椒翻炒均匀 再放入蒸好的芹菜 葱豆 倒入调好的料汁 翻炒均匀 最后加入我们的芹菜叶子 还能起到一个提味的作用 充分翻拌均匀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盘子 盛入盘中 美味集成 一盘简单又好吃的芹菜土豆就做好了 真的是非常的下饭 土豆芹菜这样做不一定是最好看的 但一定是超好吃的做法 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 真的非常香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